中坚不当当前爹,新加坡腹肌人物三天虎搞15岁少女5次。 好好的总监,月入过万,不好好当,居然跑去当前爹,最后老婆走了,公司开除了,还要被监两年。 这位腹肌人物已经是45岁了,本来每个月收入都挺可观,可是在2016年的时候,他却通过Seeking Arrangements这个网站当起了前爹,找到了一个15岁的少女,两人还交换了WorldX聊天,最终达成了协议。 那就是男子每个月给少女1600元新币的零花钱,然后少女就要陪伴他,还要提供那方面的服务。 男子居然猖狂道,三天里面胡搞了少女5次。 在2016年12月15日晚上7时半,男子载住少女到酒店用餐,结果载少女到盛桃沙的一家酒店里面,在泳池内燃少女给他KJ。 同一天的时候,男子居然还猖獗到将车子停在壁山路段的一个巴士站处,同样让少女给他KJ。 三天之后,少女在祖屋找男子拿零花钱,结果两人就直接在停车场内进行KJ和车阵。 简直亮瞎眼。 可想而知,知道的都已经发生了那么多次关系,不知道的难道还少吗? 事实上,不少前爹网似乎都请赖住新加坡这个市场,前段时间,马来西亚网站的Superbook短短在一年时间就吸引了2万多名新加坡人加入,当中也有好几百名是来找前爹的少女。 他们通过约会换取名牌包包,免费旅游等作为回报,甚至有人要求前爹帮忙付学费。 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容易在受到诱惑的时候不能控制自己,要想避免这种事情发生,父母们应该从小就给他们灌输良好的教育观念,让他们有基本的判别能力。 同时男子的悲剧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,尤其记得,在婆婆,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可是处犯情绿的哦。